在店長近婚教李水婚主廂辦公廳下 因為這樣擁有這個問題 要規範讓這個地主 經過店舖協助新的辦公廳下 就涉及這個火車場面 也就跟這個消防隊友來做出兵 總共在店長婚教既辦了擋好店內 店舖再到店舖 觀光之後 提供了很好的辦公環境 也提進何不平靜 店長婚教李水婚主廂 女廂用蘇林土地 在車聽聲老鼓 三年前就將土地行為地主 因此婚教也開始找出土地 經過三年的時間 只要是買代替的土地 就在小婚婚禮旁 家裡就基本擋土地 官長的民國跟董地民意代表 都出色參加 這個聽聖老舊 地主沒辦法拿到這個 新建的這個同意書 所以沒辦法排件 有些透過訴訟 幫給了地主 所以我們不僅要編列一帥 來購買新的土地 也要編列一帥 來新建這個 聽聲的硬體設備 那今天啊 對於我們二選分助所 我們除了 土地的購買 以及 聽聲的編列一帥 已經超過了 五千四百多萬 電腦分教 李水分組所 為了李水鄉 這個精華的地方 前後 經過兩三年的時間 總算在今天 立場 中華官警察局 感謝台風 和民意代表的協助 和李水分組所 可以設定土地 而且順利 立場 我們鐵路局的地 我們花了一千六百萬的購買 那要用編列的 新建的經費 有三千八百多萬 另外 新建完以後 我們還有三四百萬的設備費 總共有四千多萬 那這個加上 土地啊 就六七千萬 那這些都是 現場跟各位議員啊 支持 我們才能來 新建這新的派所 那希望 我們 同仁啊 警察同仁啊 有新的派所 我們要做好 我們衛免服務 還有自然交通 的維持 讓民眾 對我們警察有新的觀感 到我們拍子來 能夠接受我們 何來 親切的服務 李水分組所 為了李水會社長前 精華的地方 土地面積 一百多七百 中老地板 面積 四百二十九百 新辦公聽聲 是台風三站 現代化的這新的建造 今天說 警察統領 為了新的辦公聽聲 可以做好衛免服務 提安交通 和民眾對警察有新的觀感 提醒到服務品質 就先問下面看 李水報的